大家好,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五,我们复盘一下本周的情况,欢迎你为视频点赞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的表现 那么今天标普500指数期货下跌0.75%左右 我们看到一个冲高的回落的一根阴线 那么这根阴线很显然对多头并不是十分的友好 那么接下来一到两根K线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 我们看到日线图的MCD下方实际上是给出了死差 这里给出了死差,而且是较为强烈的开口 那这样的话下行的概率还是略高的 我们今天盘前说平行的通道有效还是红色的先行通道 趋势线有效,可能需要下周早些时候来确认 那么今天这根阴线似乎利于空头一点点 包括这个指标 我们看一下4小时图 那么4小时图仅仅是在回落水平支撑区 我们看 这4小时图实际上是回踩水平支撑区 那么接下来能不能踩漏下去 还是在蓝线趋势线上支撑住 这个是下周一我们需要密切关注的 那么如果不能有效的止住 那很显然我们就只能继续去看空了 对不对啊 那理论上呢 它是按照这个红色的上涨趋势线去预期的 好啊 那么现在这个音线还是比较强势啊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 那么明天啊 这个下一个交易日啊 最好是阳线啊 这样呢 有概率回到回到多头啊 否则比较难 我们看一下周线 在周线图上 我们看到的是强劲的大型下跌趋势线啊 那么 这个线太多了啊 这个本周是一根强劲的大阴线啊 但是啊 它还处在啊 下跌趋势线和这个水平支撑区之间啊 还在震荡 其实呢 我们从肉眼是可以看到一些向下的破位的啊 对这根陡峭的上涨趋势线向下破位 对吧 在周线级别上 而且本周的阴线呢 也是过强啊 吞没掉了前三周的这个K线 所以呢 呃 从视觉上看啊 对空头会略微的有利一些 嗯 首先是大趋势 然后是破位 然后是吞没 对吧 啊 当然周线不像日线那么清晰啊 不像那么准确 这个位置仍旧处在临界位置 那我们需要一根大阳线或者一根大阴线啊 我们已经在这里标好了 要么上 要么下 对吧 啊 现在呢 连着三个交易日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的一个博弈 是一个窄幅的震荡啊 横盘 嗯 好 我们看一下纳斯达克指数 几乎 那么今天呢 他是下跌了0.65% 他反倒下跌的幅度会略小一些 我们看到一根 带上影线和下影线的一根音线 啊 那么他呢 实际上是对中间水平支撑区的一个测试啊 啊我们需要一个更强的阴线或者是更强的阳线啊 来确认啊能不能止低还是跌下去 那么在四小时图上也是类似 他还没有完全踩破这个地点 因此呢 理论上不应该呃 首先呢是不应该过度的去悲观的 对吧 还要再看一下 好 这个是呃 纳斯达克我们看一下周线哈 那么他的周线呢 实际上远远没触及到这一根下跌趋势线 对吧 那接下来看看能不能在这附近止住 对吧 在这个地点之上止住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呃 道琼斯的日线啊 道琼斯的日线确实给人一种不不妙的感觉 大家看今天道琼斯 下跌0.88%是一根阴线哈 下方的开口啊 MCD的开口是更为的明显哈 更为的明显 那这样的话下落的概率会偏高哈 我们看一下周线 周线啊 果然是一个下落的状态啊 看空的概率会略高 好 这个是道琼斯啊 我们看一下罗素 今天罗素下跌的幅度最明显啊 那么罗素呢 也是率先跌破这个上涨趋势线啊 注意是相对平行的这个啊 多头啊 趋势线啊 反弹啊 就今天是根阴线的感觉吧 那如果罗素有效的话 能够啊 领先其他的呃 科技呀 传统啊 传统股啊 这些啊 领先他们下跌的话 那那其他股也得看空啊 啊 其他的一个大盘指数也得看空 对不对 嗯 他已经下来了 那他就需要更强势的阳线才能止跌了 那现在还没有给出啊 没有给出 好 这个是 呃 这个是我们啊 对于啊 当前美股大盘的一个综合感受 我们看一下他的周线 嗯 他的周线更明显啊 啊 横盘 哎 大阴线吞没下来 那这样的话 那至少要再往下走一走吧 否则这根阴线啊 他的意义是啥呀 就是忽悠一下多头 然后再弄上去 当然也是有可能啊 但是那概率我们要倾向于偏低一些啊 就是 对吧 哎 好 为什么 因为给他足够多的时间 他都没有突破上去 而是形成了一根阴线啊 啊 那么这根下跌区下 目前还是比较有效的 看到这根大阴线的时候 是不是 嗯 好 说以后会垂直下跌吗 咱不知道啊 他是在下方的直升区啊 继续震呢 还是再跌破啊 这个我们啊 需要啊 继续观察 好 这个是 这是什么呢 啊 这是罗素 我们看一下原油今天的表现 今天原油的交易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他是一个在上影线和下影线的十字星线 全天微微的上涨收涨啊 叫收涨了百分之零点零八啊 但是全天的波动还是很大的 最低的价格是达到七十 点零八啊 最最高咱们就不说了啊 那么当前的价格是七十一块五毛二 那这个日线给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啊 好像是这波下跌有点要止跌的感觉了哈 可能要在这里震一震了 对吧 包括昨天这根带上影线的K线都表明啊 空头在这里获利了结 然后呢 今天再创新低的话 好像空头也不愿意去追了哈 反倒多头有进场的一个迹象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看看下周 早些时候会不会在这里震一震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呢 仍旧还在下跌趋势线的下方 那么今天跌下来 哎 谈起 那么下周啊 要看这里 能不能突破上去 再回踩值低 是吧 哎 这是下周我们需要观察的 但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 突破信号 突破信号还没有形成哈 因此我们要继续的观察 好我们看一下周线感受一下 那么周线是强劲的阴线哈 我们之前画的这根上涨趋势线 实际上被跌破反弹啊 下跌啊 确认了 那这样的话有望下跌 继续下跌 对不对 哎 但是啊 周线还是比较模糊啊 我们还是按照日线 四小时线啊 去看 好 这个是原油 我们看一下黄金 呃 今天的黄金呢 是测试了我们说的高位啊 阻力区带有长长的上一下 然后回落 全天还是收涨了百分之零点三四啊 主要是今天开盘是 呃 在相对低点啊 然后往上拉升 回落 哎 是这样的一个行情 呃 那我们先看一下四小时图啊 那么四小时图 今天啊 盘前有 呃 PPI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包括后续的这个通胀和 和那个什么 消费者信心指数啊 所以今天啊 还是偏啊 震荡的 但整体呢 呃 我我这个整体看来 好像是还是要震荡的感觉啊 所以现在还是去猜顶呢 还是怎么说 反正啊 我是觉得今天在高位啊 去布局空单是比较有利的哈 那么当前这个点位 我们需要下周早就时候再去判断了 好 我们看一下周线的一个表现 实际上周线本周呢 是一根十字星线哈 而且呢 是在多头的一个第四浪啊 一二三四是吧 那么接下来是上呢 还是下呢 还是横盘呢 是不是啊 本周并没有给出方向 说明市场在犹豫哈 所以我们对于黄金啊 一定要秉持相对中性的态度啊 并不一定说下周就一定会下低啊 大家看到没 这是阻力区 没错啊 但是本周就是给了阻力这样的一个回落嘛 那么后续能不能上呢 啊 这是周啊 这是周图 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啊 有人说啊 这个已经形成到这个上影线的K线了 那也不一定啊 上影线K线多了 对吧 也不一定是顶啊 黄金就有这么诡异的地方 当大家都看到一种形态的时候 他就不一定是啊 不一定是 对不对 好 这就是黄金的一个预期 下周早些时候我们看怎么做 好 我们看一下VIX的日线啊 我们的VIX呢 今天是收涨2.47% 看到是一个让的K线 那我是希望他再回踩一下 会好一点 好吧 但有时候他不踩 在拉收啊 这也也不为故哈 表明啊 市场急需下跌 对吧 啊 那么这个呢 是急需上涨 才会出现啊 下落不愿意下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啊 这个资金面都啊 期望着市场继续暴跌呢 啊 有这种倾向啊 有这种倾向啊 特别是我们发现 刚才罗素是不是有领涨的迹象 对吧 所以啊 这个图我们要继续观察啊 总之呢 他对这波下跌的趋势线 已经有突破的迹象 然后横盘了啊 这个横盘到底算不算是回撤 我们需要下一根阳线 或者阴线来确定啊 那阴线的话就是二次探底 阳线的话就是 这就是回撤了 时间往上走了 对吧 因为他是横盘嘛 我们没办法判断啊 但是他是对下跌军线的突破信号 对于多头并不是十分友好啊 就对我们的大盘的多头不友好 这个信号 好 我们来看一下美元啊 那么今天的美元呢 有一点点震荡啊 收涨0.17% 当前价格是104块9毛7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下周希望他弄上去 好吧 我们继续观察啊 继续观察 这有一点点拒绝下跌的感觉啊 你看这三根三根哎 两根就止跌了 所以这样的话 看看下周早期的时候能不能上去 不能上也没办法了 好吧 这就是美元的特点啊 美元我们也猜不透啊 美元也是比较难猜透的一个图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分布情况 那么今天市场大盘是微低啊 微低啊 还在那个位置震荡啊 下跌 那么下跌的股票数量达到7700只 上涨有3800只 空头胜出 那么几乎没有什么领涨的哈 这个汽车制造商只有1.1%的一个领涨 我们看一下领涨哈 板块啊 呃 又是一些中概股 稍微给了一些反弹 然后呃 特斯拉 然后过代电池 还有量子计算啊 都有一些小小涨啊 小涨 看涨幅不大 只有2%左右 好 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标的 哎 确实有一些涨的哈 我们看一下 今天看到的这个Docu Docu又上去了是吧 那这样的话 他属于在这里的一个无需震荡 我们要密切关注在这里震荡 驻底的一种可能性哈 对于Docu 我们看一下周线 本周 哎 还真有这种迹象 大家看到没 有点突破迹象 对吧 突破 你看这个地方是低点啊 突破回踩 哎 再指跌 那这样的话 这个图需要我们下周啊 要密切关注一下 是不是要指跌啊 因为今天Docu是强势的指跌 强势上涨百分之 12.37 他这个图呢 目前看起来好像要指跌的感觉啊 但是也不要完全相信他啊 再看一下啊 再看一下 好吧 呃 这个图再观察一下会好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LABD LABD呢 终于有点向上突破的迹象了 大家看 这是做空指数吧 所以我们大盘要走空啊 所以这个图 呃 看看 接下来是不是能够突破回踩指跌是吧 我们看一下周线 嗯 没错啊 本周是一根指跌K线啊 那么上周是根阴线 本周是根指跌K线 那接下来一周非常的关键啊 能不能在这里形成一个双重底 对不对 这是周线图 之后呢 至少去走到这个位置吧 哎 就是上面属第三根横线这个阻力区啊 形成个W啊 那如果能涨的话就走一波 好吧 这个图 好 这个是LB ABD 嗯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 今天的特斯拉还真是给点力哈 反弹了3.23%啊 啊 那么能不能上去呢 是不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观察 那当前呢 还不能给出啊 我们看一下 还不能给出观点啊 我们看一下周线 周线呢 实际上本周是一个空头胜出的一个K线 而且啊 下方周线图MCD是一个死差啊 是一个死差 带有线一线 并不代表一定会止低哈 所以我们要看下周能不能收上去啊 能不能收上去 好吧 在下跌的过程中也反反复复出现这种反弹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好 这个是我们下周密切关注的一个点 呃 右侧点位应该不会太晚啊 好 我们看一下奈飞 今天的奈飞也是领导啊 但是他是跳空拉升啊 那么在一个波段的相对高点出现跳空的一个缺口 有可能是衰竭性的缺口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当前横向阻力区对他的一个压制的一个可能性啊 掉顶线了吧 倒的的是锤子线啊 好 我们看一下周线 周线给人的感受还是比较友好 但是这阻力区应该画在这啊 画在这个点子 差不多吧 看周线还是要长的感觉哈 那么日线的给人的感觉啊 我们的趋势线画好就行啊 跌破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好吧 这个是这波上涨也就12345了吧 在这看看能不能啊 这个诸葛顶 好 这个是奈飞 我们看一下半导体做空指数的周线感受一下 半导体周线呢 本周是一根十字星线哈 微微收涨了一点点 但是呢 还没有进入到右侧哈 这是周线 所以呢 暂时能不能抄底呢 还难输哈 我们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 确实有向上突破的一个迹象啊 但是现在这图呢 还不是很严格啊 应该往上画一画再 画一画 稍微给一些空间啊 再震一点啊 强势的阳线再回落 再止跌会好一点 好吧 这个图啊 要密切关注了哈 他呃 这是做空指数哈 不愿望往下走了 那就要开始往上走了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SQQQ SQQQ今天这个可以先还行啊 对这个做空指数 这个多头来说 对他的多头来说 下落反弹啊 这是一个指跌跌的这种感觉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周线 嗯 没错哈 哎 跌下来指住 哎 再擦 再指 那这样的话 上行的概率再增加啊 再增加 我们再看一下日线 嗯 再增加哈 嗯 好 密切关注 好 我们看一下Roku Roku呢 不是很给力啊 这 接下来这 包括今天这K线都是小K线啊 小K线 好 我们看一下周线 嗯 不给力啊 不给力 本周是一根强势的阴线啊 吞没了上周的阳线啊 那我们这样的话得等啊 得等 嗯 好 这是Roku 我们看一下做空木头节 做空木头节 哎 跟那个刚才这个SQQ有点像哈 啊 有可能往上走啊 那么继续做空塔 是这意思啊 我们看一下周线 嗯 本周周线呢 是一根收掌阳线啊 啊 跟这这这阳线啊 形成一个双重底的感觉啊 有可能往上再走一走 好吧 好 这个是做空木头节 嗯 我们来看一下Snow Snow呢 我们说最好还是等待右侧吧 那有人说啊 这个我们今天还是 还是昨天啊 说过哈 还是前天 说这个地方要止跌的话 挂突破单击的话 或者是等待这根下地转的右侧 再去做多 说他有没有可能止住 有 概率偏低哈 因为大盘如果走空的话 这些图都要注意 所以这个图呢 本周周线 虽然那个弹起来啊 但我们我是觉得啊 这是要把这根下地转线 凸上去啊 再去做会好一点 那如果你已经进了 的话 止损就放在这附近了 好 我们看一下日线啊 不一定能上去啊 不一定能 对这个下地转线 不一定能凸上去啊 注意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迪士尼 迪士尼的周线吧 看一眼 不行啊 本周收了一根阴线 看到吧 哎 还是等右侧比较稳妥啊 说他再跌的话 再跌的话 就再跌了 那没办法 好 好 其他的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TDOC TDOC 本周周线是一根啊 在下线的阴线啊 我们需要阳线才行啊 那么 没有到这一根下地转线的右侧吧 还要继续等 好吧 我们看一下苹果 苹果今天是一根十字星线啊 这样的话还是多空双方的一个均衡啊 偏小空 我们看一下周线 不妙啊 看看这个大阴线我都觉得不好做啊 看这么周线这么强线啊 这个这个阴线这么强 我感觉不是很好做 不是很好去做多的感觉 大家觉得呢 这个图啊 也可以再看一看 但是我 我从视觉上感受啊 这个常常的 这个多头波段 然后上方有个顶 当然龙头骨 它不一定走 坐顶啊 它有可能无需震荡啊 也有可能 对吧 所以这个图呢 我觉得 少量配置或不配置都行啊 就不要频繁的去配置啊 也可以等待 这根下地转线的右侧啊 再去做啊 那么现在 多头不够强啊 多头不够强势 好 好 这就是今天的情况 我们周末呢 再继续复盘啊 其他行业 或者是热门标的的周线和日线情况 我们周末再见 拜拜